第一堂课的部分是讲角动量 因为你现在变成球坐标了 氢原子是球坐标的话 我们会考虑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物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先注意听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这一堂课的话是要讲 因为你现在氢原子是一个球坐标了 那么只要是球坐标的话 你开始在探讨的一个物理量的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先探讨它的角动量的部分 那么探讨角动量的话呢 概念都是一样的 量子物理一定是从古典物理慢慢的演变过来的 比较量子力学的部分 那么从古典力学来看的话呢 你看你的角动量的定义是不是就是R cross P 你的这个距离 你们要探讨的距离 以及你这个物体的这个momentum是多少 那么在量子世界的话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差在哪里呢 你看它插在这个P的话呢 你的momentum的部分呢 是要用量子的那个operator这样子来表示 所以呢你看R的话呢 如果是在量子力学的时候呢 它的operator还是R对不对 距离还是一样是R的 没有变 但是这个momentum呢 我们以前就跟你讲过说如果是momentum的话 operator变成是负ih bar的那个你的那个微分项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是因为你是本来是只有对一次微分 但是现在是氢原子的话你是对三个坐标都要做微分 所以你这个微分项的话是除了x跟y还要有z这三个部分的 OK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都一样的 只是差在说呢 你在量子力学的时候呢 你就要用量子力学的符号 operator来表示了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剩下来呢是数学 你看哦 我直接写这个白色的话是结论 但是实际上呢 它都是用这些绿色的数学来变成白色的部分的 举一个例子来看 你看你这里是R乘以负ih bar这个微分项的话呢 你看你这个部分都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常数项呢 你到这边来的话呢 就已经是把它不用管它了 是不是 就把它拉出来 那么你现在是要cross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是对同项跟同项的话 你是不是cross之下就变成是0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只有剩下你自己的i cross这个j 变成k的分量 是不是 然后也是一样的i cross这个k 变成是-j的分量 好用这样子的一个数学方法的分配法 到最后你把全部的i的项集中起来 全部的j的项也全部集中起来 k的项集中起来 这个就是分别就是 那个角动量在x跟y跟z的一个operator的表示法 好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到时候叫你推应该没有问题 好了 这个呢 白色这部分呢 就是量子力学的角动量的operator的表示法 那么你要开始用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符号而已 是不是 那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个operator呢 要探讨物理意义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它作用在你的i跟方讯之下 才会有物理意义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这些呢 都是一些数学符号 可是呢 当它这些数学符号 遇到了它的i跟方讯之后呢 它出来的这个i跟方讯之下 才是有物理意义的 才是说你这个仪器去侦测的时候 你量到的一个期望值是多少 这才有物理意义 所以我们做了这么些数学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要等一下要运用到你的i跟方讯上面 得到的这个i跟方讯才有意义 OK 好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你先看一下 还有几个数学要先交代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现在是要探讨 球系坐标的话 你的r跟xyz的转换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在电磁学力学都有用到了 转换 就是xyz的要换到球坐标系的 一个转换关系 好 那你刚才我们都是用xyz来解决嘛 是不是 可是氢原子的话 是不是要必须要带用rc的rph来表示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边的xyz都要用rc的rph来表示 所以刚才是用比较简单的概念 现在就要用球坐标系把它带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xyz的operator 用球坐标系的话来表示的话 就是用这三个式子来出现的 好了 那就刚才我跟你讲的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数学 对不对 你开始要用的时候呢 是必须要把它带进去这些 i跟方讯才会有物理意义的 其中这一项呢 是比较人家会参考的时候都会用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的话呢 这个operator呢 至少你要有概念一下 好啦 有一个呢 必须要先讲的就是 如果这operator全部加起来的话 平方 这个ls的平方 加上ly的平方 加上lz的平方 照道理讲 应该就是 这个只不过是 角动量的分量 对不对 所以你全部三个分量的相加 应该就等于你本来的物理量 这一个黄色的物理定义 有没有问题 好 我现在把它重要的用颜色来表示 第一个黄色部分的话 就是很重要的物理意义 你x方向的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等于你本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 如果我要问你 l的operator的话 就是属于这个白色的四字 好 那这个应该还只是一个前菜而已 后面这个开始很重要了 第四个点开始 就是很重要一点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全部的数学呢 都是为了这个物理量来做准备的 所以你要看一下 当你的物理量出来的时候 就很重要了 好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l平方 我们讲的 这一个角动量 这个 这个 orbital的angular的momentum的时候呢 当你这个数学 遇到了你这个 i跟方讯 就会等于一个很重要的物理量 我们叫做i跟Value 或是期望值 乘上你的i跟方讯 对不对 这一种 这一种模式 是在量子力学很常出现的 你注意看 就是operator 作用在i跟方讯 会等于i跟Value 乘上你的i跟方讯 就是这个 这个模式 这个形式 是很重要的一个形式 所以 就有点像这样子 你要看什么样的物理量 你就要把它放到 你就要应用什么样的operator 作用上去 懂我意思吗 好 我今天要看我的 角动量 的物理量是多少 我就把我的 角动量的operator放上去 乘上它的i跟方讯 就等于这个角动量的i跟Value 乘上它的i跟方讯 好 所以 当我问你说 轻原子的期望值 或是你的i跟Value 是多少的时候 角动量的i跟Value 是多少的时候 你要写这一个 好 所以呢 这个operator 就配 这一个i跟Value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很重要 那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好了 Lz Lz的话呢 就是这个 角动量的Z分量 对不对 Z分量这个operator OK 我如果用到它的i跟方讯之后 会得到它的i跟Value 它的i跟Value的话 就等于mH bar 好 这个怎么来的 这其实这两个式子 都是可以推导的 等一下我们再推导一次 等一下我们会推导 这个式子给你看 你现在先知道你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operator做到你的i跟方讯的时候 会得到你的i跟Value 是这个值的 必须要注意的是 等于我们也有 也可以去证明 你得到了这个氢原子坐标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氢原子的坐标 上礼拜有讲过 对不对 这个氢原子的坐标 是等于什么 你还记得吗 这个氢原子的坐标 是不是等于R R的象 呈上什么 C打 对不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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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打 对不对 诶 诶 不是怎么写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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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三项层 呈起来的 或者是上礼拜跟你讲过的 就是等于一个Y了 对不对 LM的象 是不是 OK 这些都是你的i跟方讯 上礼拜有讲过 对不对 好啦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你的i跟方讯 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看起来的话是 这个 momentum的这个Z方向呢 可以乘上它的i跟方讯 等于它i跟方讯 乘上i跟方讯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证明 这一个呢 如果你作用到了 X上面的话 你是得不到值的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 你必须要有这个关系的话 是你把这个operator 作用在它的时候 等于它自己 又等于这个i跟方讯 要得到这个出来之后 才是它的值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这一个i跟方讯 只有属于L平方 以及Lz OK Lx的话就不行用这样子了 我只有写L平方跟Lz OK 这细节的话 是可以推导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的补充资料上面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今天得到了这个 氢原子的i跟方讯 只能适用在L平方 还有Lz LxLy不行的 细节的话 我们再推导给你看 好 再来还有一个东西 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问您说 Lx的平均 比如说你这样子转 你要小动量 对不对 你转了一圈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里 看出来 对不对 我这里转一圈 然后投影到我的Lx跟Y 平均而言 就是等于零的 这些都等于零的 我现在是把结论写出来 等一下要推导一次答案给你看 好了 第七个重要的地方 这一个概念会引起一个 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做空间的量子化 Special的 Quantization的量子化的现象 这个是名词 这个 我们就是 我们这个名词就要很重要了 好 那么这个名词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空间量子化 你如果是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写下面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呢 你是不是有这个第五个式子 你可以知道 Z方向的这个 角动量的Operator 你作用到你的 IgonFunction的时候 是不是会等于你的IgonValue 是MH bar的IgonFunction 对不对 其中的这个MH bar 这个M 是不是一个整数的 对不对 上礼拜讲的 -1-2-2-0-1-2 是整数的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连续性的 OK 所以呢 这一个现象的话 这个是一个整数的 这是被量子化 不是一个连续性的 那么这个现象呢 我们就会称为叫做一个空间的量子化 可以吗 我画个图给你看 你就清楚了 就是说呢 你看哦 我刚才是不是只有画那个R而已 对不对 当你这个R呢 开始在转的时候 你有几个 你有几个现象可以转而已 第一个 我如果问你 我如果考这个题目给你看 你一定要懂哈 这次要考简单一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L的话 如果是等于2 假设我说 请你画L等于2的时候呢 你的这一个空间的 这个LZ的分布是怎么样子的 L等于2的话 根据上礼拜的练习 你的ML是不是有几个可能 有五种可能 就是-2-1-0-1-2 这种五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M的话 是不是就是在 Z方向的 角动量的 Z方向的投影量 的 Igon value 是不是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M是跟什么东西有关 是不是跟你这个 角动量的 Z方向的分量有关 是它的 期望值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L在这里的话 你在Z方向的投影量 你就只有这五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L呢 你只能 你要不就是这样子在绕着这个蓝色圈圈在转 投影量就是这个H 对不对 要不就是在这里 绕着这个蓝色圈圈在转 你的投影量就是2H OK 要不就是绕着这里在转 绕着这个大的蓝色的圈圈在转 投影量在Z方向的时候是0 OK 要不呢 就是这一个L 然后呢 绕着这个蓝色在转 投影量就是这个-H 好 还有呢 这一个最后这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红色的L 绕着这个小蓝色的圈圈在转 投影量在Z方向的时候是-2H 可以吗 所以呢 我如果问您说 请你画出 当你的L是等于2的时候呢 各种可能性的L 角动量的运转的方式的话 你就把这五个红色 写下来 画下来 然后这五个圈圈 投影量分别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你要的 需要答案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L的话 它不是任意连续都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它必须要符合 它在投影量是一个量子化的 所以它绝对不是任意的半径都可以的 它只有这几种可能性才可以 因为它半的话 它的Z方向分量的话 就不是量子化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的 这个半径要画多长 有的同学又会画得很大 对不对 他画得很大 然后有同学画得很小 这半径到底要画多长 多大的概念 这个L的概念的话 它是不是它的平方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过 它的平方等于什么 它的是不是它的平方 它的I根Value是多少 是不是L乘上L加1的H bar 平方的I根Function 是不是 我们刚才是那边写的 所以它的半径 半径是多少 它这个半径的话 是不是就是等于 L乘上L加1的H bar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题目的话 就等于多少 2乘上这个3等于6 H bar的半径长度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每个同学你要写 你要画图的时候 你必须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半径是画 根号6的H bar 然后因为是圆嘛 对不对 因为L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是个圆 你有这几种可能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种可能 然后它投影量的都是 负H 负H 0 1 2 H8 这五种可能 这样子的图的表示方法 才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懂吗 好 我们等一下再练习几个题目 来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这个题目 有没有问题 我们再练习一两个题目 我来看 这个很重要会画图哦 我如果要你画一个 Igon function 是下标是211的 角动量 L以及Lz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话 你要怎么画 我如果考一个很简单题目 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是 它的Igon function 下标就是211 好 然后要你画 角动量 以及它在 这个Z方向的投影量 Lz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好 就很简单一个符号 从这个符号当中 你先可以先 告诉你自己 先check一下 这个211是什么意思 N都多少 2 L呢 1 对不对 你至少要先解读什么 叫211吧 你如果都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的话 这根本就不用画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先知道211是什么意思 就是NLN 就是NLN 就是211 可以吗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OK 我要你画这个 角动量的关系 对不对 L是1 所以你第一个 可以知道的是 你要画这个 角动量的半径 怎么办 半径等于多少 是不是L乘上L加1的H8 对不对 所以你的半径要画多长 2 1乘上2 对不对 1嘛 L是1对不对 1加1等于2的H8 所以你的半径就是要画 根号2H8 的长度 好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你就画一个 你就告诉人家说 OK 你这个L 长度是根号2H8 可以吗 再来 我要问您的是Lz的 角动量是多少 对不对 Lz的话 这个Lz的 Igon function 是不是等于MH8 对不对 那这个题目的M是多少 1 所以是不是等于 1H8 正1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投影的话 是不是必须要在 正H8 上面 OK 正会不会 所以这个夹角 你会不会算 OK 这里 是一个H8 这里 是根号H8 所以这个Sida 你是不是可求了 OK 你不可以再画像刚才那样子 那么多圈圈了 因为我已经很确定的告诉你 这个M是1 不是各种可能性 我刚才那个题目是只有告诉你L是2 所以你的M有五种可能性 对不对 这个题目是已经告诉你 已经很确定L是等于1 而且M也很确定的是1了 没有其他可能性 那么你就只有一个投影量 这样子的题目有没有问题 可以哈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画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有几个同学下课问的问题 第一个呢 他刚才讲说 这个就我们已经没有 已经不能再画三个圈圈了 这个可以知道 你只能画一个圈圈 对不对 因为他绕着这个Z在转 然后他投影量呢 就是只有一个正H8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很明确告诉你 M是等于正1了 所以你不能再写0跟-1 这三个答案 刚才是因为我只有给你一个题目 是L等于2 对不对 我只有这样子一个L等于2的题目而已 所以你自己就可以要知道 这个有五个分量是可以允许的 对不对 -2-1-0-1-2 是可以允许的 所以你就要画五个 绕着五个这样子的可能性 投影量就分别是-2-1-0-1-2 OK 但是呢 这样子的题目的话呢 最左边这题目的话 是已经给你很明确 就只有一个 一个M 一个M的那个 那个 一个限制 所以他只有一个圈圈 然后他的分量就是1 OK 这是要确定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小心 很多同学呢 都知道这个关系 然后呢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就忘记写了H8 OK 这还蛮常见的 就是改考卷 不管是什么 一般的考试或是研究所同学 他们都到最后都会忘记写这个H8 这不行的 一定要写H8 好 这样子 然后还有问到什么 OK 等一下呢 这个 你会觉得说 好像很啰嗦 对不对 怎么operator用到 IgonFunction 对 IgonValue 那干嘛麻烦 这两个干嘛那么必要呢 这一定要 就像你一个机器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你的参数放进去 人家才知道你要得什么的物理量 OK 你光有这个operator 没有这个IgonFunction的话 是不行的 然后我刚才三堂课 他也一直在强调 这个IgonFunction也只有对这个L平方 以及Lz才有效 Lx的话就不行了哈 比如说我讲几个简单的例子哈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一个operator 对不对 你要一个operator 作用在这个IgonFunction的时候呢 会等于你的IgonValue 乘上你的IgonFunction 要符合这样子的原则 这样子的话 这个才是他的IgonValue 这个才是他的IgonFunction 比如说我刚才在跟你讲的 就是说如果是X分量的话呢 你可以去试着推推看 因为我已经有告诉你operator了 对不对 你试着去把你这个IgonFunction 带进去的话 你不会得到这么单纯的一个IgonFunction 乘上它的 你可以去证明 你不会得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式子 你也许会得到另外一个东西 乘上另外一个IgonFunction 比如说N 但是L不一样 N也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子吧 就是说 你会得到的IgonFunction 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三角形 不能够称为是Lx的IgonFunction IgonValue 懂我意思吗 你一定要符合这样子的原则才能说 这个是它的IgonFunction 这是它的IgonValue 如果是得到另外一个IgonFunction的话 那这个三角形不能够称为它的IgonValue 这一个File也不能够称为它的IgonFunction OK 这到了大三的时候 量子物理会讲得更仔细一点 只是有一个概念而已 只能告诉你说 现在目前的话就告诉你说 这个IgonFunction 是只有对L平方以及Lz 才是它的IgonFunction的 好 另外 有同学问 那这上面的小帽子又是什么东西了 小帽子的话呢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就称为叫做Operator Operator带进带物理的时候呢 因为它为了要跟区别 它这个L为了要跟区别说 这个L不是那么单纯的L 这个是一个Operator的L 那么课本呢 有的些课本是把它一直加粗 有没有 变粗体 那有的课本就直接上面就写个小帽子 尤其是这个帽子的话呢 在量子物理就更常见了 如果上面有加小帽子的话 就加表示Operator OK 不是一般的符号 好 好 好 那我们先来 最后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式子 好 我这两个呢 我就取这个来做练习 那么其他的方法 你就可以去练习看看 然后你也可以得到的是 为什么 我刚才一直在强调 Lx跟Ly 不是 你也可以去证明看看 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推导一次 为什么这个Lz 它的Igon Igon Value呢 是等于Mh bar OK 就是说 要求它的期望值是多少的时候 为什么是等于Mh bar 的一个证明题 这个算是Lx Ly 还有L平方 Lz当中 Lz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case 所以你可以试着看看 可以哈 好 我们先来看着 请听听看怎么解释的 好 如果说呢 要您求一个期望值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最根本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要求期望值 都是要把 它的operator 是夹在它的 Igon function 跟它的 Dagger的Igon function中间 还记得吗 好 这是最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概念哈 好 当我现在 已经告诉你说 你的operator 是多少的时候 你看你这个operator 是不是在这里 对 Lz 最常考就是Lz 因为它比较单纯 所以呢 你就把它的operator 带进来 如果 如果我先处理 后面这一项 处理 这个operator 乘上它后面的 这个Igon function 先处理的话 这个的operator 就等于这里 对不对 負IH bar 然后 对这个 負I角的话 做个一次微分 的关系式 对不对 好 后面就是它的Igon function OK 所以前面 这里都不变 就是它的Igon 它的operator 那这个 Igon function的话 上礼拜有讲过 对不对 对于氢原子而言呢 它的Igon function 就是什么 R C打 Phi 三个函数 所共同影响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看哦 我这个operator 我要做微分 我是不是只有 对针对谁 针对这个Phi 角做微分而已 对不对 所以当我针对这个Phi 角做微分的时候 你的R相 C打相 C打相 对我而言 都是什么 常数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把它拉出来 好 RH bar R跟C打 拉出来 是不是 我只有针对 后面这一项 有Phi角的关系式的式子 做一次的微分 可以哈 好 那么做这个微分怎么办呢 好 这一个你就要去了解了 对于氢原子而言呢 它一般而言 它这个像呢 都是属于一个 exponential的I M的Phi的关系式 好 好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你的课本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关系式的话 我对它做一次微分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exponential的像 拉下来 I H bar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的是 我对它做一次微分的话 我就多了这一项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我本来要问你的operator乘上 它的i根方形的话呢 是不是除了自己本身的operator的 -I H bar的像之外 我还会自己微分出一项I M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你本来不会变的R C打也保留着 然后因为你微分之后 这个exponential的像还在 然后exponential的像 本来就是自己的phi的函数 是不是 所以你做了这个operator的作用之下 你就是多了这个指数向的I M下来而已 是不是 其他都不变 那么这一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 那你看 这里的话 I 遇到了负I 是不是等于1 所以呢 你的全部的常数呢 就等于MH bar 其他后面这个R C打Phi 就是等原来的i根方形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推导 然后又根据我刚才跟你讲过的 哈 如果operator作用在这个 i根方形上面 会等于自己的i根方形 这两个i根方形 一定要一样哦 这样子的话 这个MH bar 就可以称为 LZ Operator的i根方形 然后 这个i根方形 NLM 因为你跟他为分之后 又可以得到自己的i根方形 那么就符合 规定 符合原则 这一个呢 也是他的i根方形 懂我意思吗 一定要符合 你作用在这个i根方形之后 又可以回到自己的i根方形 这样子的i根方形 才能够称为是他的i根方形 这样子的i根方形 才能够称为是他的i根方形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为分之后 得到另外一项了 那 这个原则破坏了 这个也不是i根方形 这个也不是i根方形 懂我意思吗 这是量悟的时候 会在比较仔细跟你讲的概念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唯有 跟这个i根方形作用之后 得到自己的i根方形 这两个i根方形相同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称为是他的i根方形 然后这个才能够称为他的i根方形 要不然的话呢 就不行了 譬如说 LX跟LY 你可以去推导看看 你不会得到自己的这个i根方形的 好 这样子的话 这个值不是他的 好 那么因此呢 我们得到这个关系式之后呢 还没完 对不对 因为你要求期望值 是不是必须要有这三个 关系式算完 你现在只算了后面这两个 前面还没算完 对不对 还没有完 那继续看 当我把 后面这一项 因为我先处理后面这一项的话 是不是出来等于mh bar 然后呢 这个的话 就是后来的自己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这个部分 LZ operator 到这个i根方形之后 会等于mh bar 拉出来 i根方形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乘上你自己前面的这个 Degg的 共二项的i根方形 那么这个是等于多少 这个是不是要 规一化 对不对 规一化 之后是等于1 所以呢 规一化之后等于1 的话等于mh bar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LZ的期望值 是等于mh bar 咱们问题 好 所以呢 照道理讲 你 我告诉你LX的operator 我也告诉你LY的operator 你也可以去推推看 好 然后呢 我也告诉你的L平方的operator L平方的operator 怎么办 L平方就是等于LX的平方 operator的平方 加上LY的平方 加上LZ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题目 就很 就比较需要时间去算了 对不对 你必须把这个operator平方 再加上他的平方 再加上他的平方 才会等于他的operator 然后这样子的话去算 你应该就等于刚才的L 乘上L加1的h bar平方 ok 你知道 你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 你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 但是LZ这个字子 你一定要知道 可以吗 所以我们的角动量就到这里为止 可以哈 好 没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另外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练习题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题目哈 我用这样子的方法呢 会比较简单一点哈 这个题目的话 这样子的题目的话 就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呢 这种概念 是可以用到各种题目的 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发下来之后 你再去用这种概念去算哈 你就很简单了哈 Normalize 对不对 Normalize 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你的Igonfunction Degg之后 跟共二之下的成绩 应该等于1嘛 是不是 好啦 那这个题目怎么出的 这个题目就是告诉你说 好 你的Igonfunction 是这样子的时候 2a 然后你是由100 跟211 这两个项 混在一起的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的Degg的话 是不是就呈上 你自己的共二项 以及你这个的共二项 对不对 乘上你自己的项 还有你自己的项 这要等于1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式子应该没问题 写下来吧 有没有问题 写下来有没有问题 OK 没问题之下呢 你会觉得好复杂 对不对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哈 你注意看 第一个 你这里是100的Igon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遇到了自己的100 你就要分配法嘛 是不是 第一个就会分配到自己 是不是 那么自己乘自己 2a乘上2a 就等于多少 4a平方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不是就是自己 乘上了自己 对不对 可以吗 再加上分配法 你注意看 好 第二个 100 是不是又要配到了211 这等于多少 0啊 直接就写0就可以了 像这次考试有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cosine跟sine的 然后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就跟同学讲说 你就勇敢的存上去啊 分配下去就是答案啊 然后不敢算啊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cosine 然后又有sine 他就觉得很复杂 实际上那就等于0了嘛 是不是 哇 真的是 好像亏了很大 是不是 你看到那个题目 上次就觉得好长 就不想要成了 实际上你就是不知道这个概念啊 因为你这两个 Igon function是怎么样 是独立的嘛 你这两个state 你这两个状态 是独立的 对不对 一个n等于211 跟一个n等于100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电子阻态嘛 你有没有这个概念 然后这样子两个相乘 当然等于0啊 是不是 所以我在跟你求那个 我再问你那个 所以你要知道啊 我是考的很简单的啊 啊 你看我是考这样子 是无穷无颜景 是不是有cosine也有sine 啊这两个是属于不同态啊 一个可能是在n等于1 一个是n等于2 那不是跟这个题目是一样的嘛 只不过是你遇到cosine sine 你又觉得说你要把它积分 你又觉得很复杂 实际上就等于0了嘛 直接就写0 就是可以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种题目 是不是可以出很多种类型 对不对 我可以出无穷未能景的 n等于1 n等于2 对不对 我也可以出各种类型的题目 箱子里面的题目什么的 那这样子你就懂了吧 是不是 那我问你了 来再来给你们一次机会 211乘上100等于多少 0嘛 ok 那后面这一项就有了 对不对 211乘上21 就有值了 因为自己乘自己 就有意义了 可是 这是a 这是a 所以变成多少 a平方 然后呢 也是一样 至极 乘上至极 等于1 对不对 你要把它做积分 全部做积分 是不是 那你说 那这样子还是很难 哪会呢 你看继续 所以要多练习啊 你 你当你算 算久之后 你就知道这两个是不同态的 这两个不同态 本来就会 independent的 独立的 对不对 独立的state的话 相乘一定等于0的嘛 是不是 你可以试着去积分 你没问题哦 我举一个例子 你无穷大不是cos的像吗 然后2等2sine的像吗 你去积分看看 这两个不同的state 积分起来一定等于0的嘛 ok 好 你可以去试试看 好那这样子还没完 对不对 这等多少 好 4a平方 我把这个常数向拉出来 对不对 好啦 你是不是又知道什么事情了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里呢 是不是a平方 好这是多少 100 100 211 211 对不对 好啦 那么你又知道了什么事情了 这个等于多少 这等于多少 多少 1 对不对 因为要干嘛 normalize嘛 对不对 你normalize之后一定是等于1嘛 所以这个又牵扯到你自己的这个normalize 所以a等于多少 所以a等于多少 5a平方等于1 对不对 所以a就等于根号5分之1 所以 这个题目就是要问你什么 我要问你normalize的时候 你就是把它写作 根号5分之2 好 100 加上 根号5分之1 211 就这样子 可以吗 嗯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正负 normalize 正负有什么意义吗 我看一下 没有 但是 如果 到了后面 如果探讨到有 那个 不同电子的时候 有什么 电子项的时候 那边就有意义了 有时候是负的 没有错 就是那叫什么 呃 对称跟不对称 OK 到这里的话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它这个概念是在告诉你什么事呢 就是说你 这基本上我一开始上课 也有跟你讲过 i跟function是由 它自己的i跟function 做任何的组合 都是等于 会等于它后来的i跟function 就是用这样的概念 基本上证就可以了 好啦 这样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 我要问你什么 这个题目是不是要问你 这个角动量的平方的期望值 像这一次考题 是不是要问你什么 能量的期望值 是一样的 我用这个题目来教你好了 那你考试你自己再去用你的能量的期望值 继续算 这个要问这个 angular momentum的平方的时候的期望值 好期望值是什么样定义 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什么operator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样就是啦 对啦 好 我如果要anormalize的话 就是用这种概念 积分起来等于1 那我如果要求期望值 我是不是只要把operator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跟刚才 是不是有个式子是一样 像这个式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只插在这个地方而已嘛 我只要放一个operator进去 就是答案了嘛 是不是 好啦 那我要放了 注意看这个练习题就很漂亮了 简单又清楚 好啦 反正你A知道了嘛 对不对 我先不要把 我先还是用原来的题目带 应该没问题 我等一下再把A带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等于100 加上A 211 对不对 好 然后operator是多少 欸 operator是多少 多少 这一个到这里 好 我先把它 等一下慢慢来好了 先慢慢写好了 哈 这个是等于后来的好了 哈 我先写这样子好了 先 首先 其中哈 我們先处理后面这一项 对不对 像刚才这个推导 我是不是先处理后面这一项 我先把这面 我先把这面后面这一项拉出来 我先把这面后面这一项拉出来 加上 加上 2A 对不对 2A100 2A1 是不是 可不可以 好 我先把后面这一项这两项拉出来 好 你先看第一项好了哈 2A我可以先拉出来吧 OK 好拉出来 这一个题目 这一个第一个 100的L是多少 你会读吧 NLM 是不是 L等于多少 0 那0乘上0加1等于多少 0 是不是第一项就等于0 这样会不会 2A乘上 2A乘上0还是0 所以第一项等于0 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项 是不是 所以第一项就等于0 是不是 好 你又简单了 这样 第二项呢 A我拉出来好了哈 N L N 所以L是多少 1 好 2 欸这个A拉出来 对不对 然后L等于1 1乘上2 等于 2H8平方 是不是 所以 后面这两项 就等于多少 2A H8平方 是不是 好你一步一步慢慢算 好了 后面这没问题了 我就把前面的放进来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东西不要忘记哈 你这个是谁的 这是211的 对不对 实际上你前面的这一项是有啦 但是这是0啦 对不对哈 这是100的是0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哈 好啦 所以后面这一项的话 是不是等于0的嘛哈 我直接可以放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是要干嘛 积分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后面这一项 已经变成黄色的全部的答案 就在这里了嘛 是不是 我们刚才是分不来 分开来算嘛 是不是 好 这一个的话 还是要分配法 对不对 只有剩下谁跟谁 只有剩下你自己成自己的 你才不会等于0啊 其他的的话 都是independent的 所以等于0嘛 那么呢 你所以只剩下这两个的话 第一个 你这里是0啊 所以还是怎么样 没希望嘛 所以还是等于0 是啊 那么后面这里呢 后面这里的话 是不是多少 A 2A 2A 所以等于2A 平方 H8 平方 对不对 然后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都是常数项嘛 哈 然后后面这一项的话 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红 黄色给你画的这一项 如果积分起来 应该等于多少 1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答案 就等于多少啦 2A平方 H8平方 然后A不要忘记啦 你辛辛苦苦 带进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带进去 平方 1嘛 是不是 所以等于多少 5分之2 H8平方 是不是 所以 L平方 的 期望值 就是 5分之2 H8平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也是相同 你可以去求Lz了 是不是 你要注意的是 Lz的话 是要看什么 M 对不对 这里是N LM 0 N LM 1 这样不会 好你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没问题了吧 好 这样这样题目算是 OK啦 简单 这一种题目你不要小看它 你之后就会遇到很多种类型的题目 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 混合型的 你可以去把历届来的 人家的考题 人家都可以 不同学校的考题 就这样子 它有很多项 像现在这个题目是只有两项 对不对 我还可以加第三项 是不是 但是都 一样的概念嘛 只不过是剩下几个项而已 三个项有用而已 自己乘自己才有用嘛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你自己 乘上别人的state 这都是independent等于0的 可以吗 所以我只要题目任何跟你讲说 我这个新的igon function 就等于这些 加上这些 加上这些 就是混合型的state 这种题目的话 不要怕 你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 第一个用normalize 把它自己 只剩下自己 就等于00 OK 像这次的题目啊 也是啊 只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status等于coside多少 这等于side多少 对不对 然后我这样走一圈之后 发现 哇同学都卡在那边 我就说 你就给它乘出来 就试答案啊 勇敢一点 我就 直直不动手 我就知道它卡在哪里了 因为他就是不知道 这coside乘上size 积分之后 倒是一定等于0的嘛 那你就会太麻烦 可是你又不敢是 你又不知道这个概念 那就卡在那边 是不是 就是今天的局面 那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些概念都很简单的 就是自己成自己 才有值 其他的话都是0的 OK 所以我今天是考你 这个 角动量的关系 对不对 你在把你这个考题的话 这次是不是考 eigenvalue 那个能量的期望值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只要把你的能量的operator 带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这样子就解决这个题目了 好 可以哈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下一个阶段 我们开始要进入词 词曲 词 直 momentum magnetic momentum 现在都是脚 一般的角动量 对不对 L 下一堂课要加上有 词的那个角动量的进来 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十分钟哈 那 第九章的后半部呢 我们就开始要 呃 讲 spin 的概念哈 慢慢来哈 先从这个 magnetic 的momentum 开始讲起 那最终的 后面呢 我们是要讲到 spin的一个概念 前半段呢 要讲这个spin的概念之前 前半段都是 只是先把你之前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 再重新的再复习一次哈 所以呢 还没有真正的touch到 然后基本概念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介绍 实验的发现 通常都是实验发现之后 然后在这个spin的概念才出现 好 所以要分成三步骤 第一个呢 先把你之前的先辈的条件 好 你知道的事情 先再review一次 OK 那第二个 等一下我们第二阶段 就是实验是怎么发现的 那么第三个spin的概念就出来了 哈 所以是分三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你的基本的概念呢 再重新的复习一次哈 那么呢 在这个章节呢 我们主要有几个重点哈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第一个部分 要跟你讲的一个基本概念哈 磁子 或是这个 magnetic dipole的 momentum的概念 OK 第二个呢 就是实验之后呢 会有怎么样的发现 因此有这个spin的概念 那么最后呢 是下一堂 下礼拜的时候 我们讲到 这个东西的spin 或是这个的效应呢 会有一个造成的光谱 会有一个 要牵的一个几率 或是一个可能性的 一个必须的条件 遵守条件 这是第九章 我们会主要会讲到的 三个部分 好 那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 就是先把你的概念 再讲一次 那么要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再复习一下 你之前的一个 叫做磁子 就是orbital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moment这件事情 再帮你复习一次 普悟 普悟呢 是怎么讲 这个magnetic moment的呢 磁子怎么介绍的呢 磁子通常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脚动量 好 你有一个脚动量 然后 你有一个脚动量 hello 好 然后呢 你又是绕着 你呢 又是 这个电子呢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电子呢 是绕着一个 圆形的 或是一个orbital的 一个轨迹 在运动的话 那么就会有一个脚动量 以及这个moment的概念 就形成了 如果呢 你还没有引起你的记忆的话 我们再想想看 你以前在古典 是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如果你的电子 在绕着这个orbital做运动 或是简单而言 好 我们就举一个 圆周运动 好 如果它在做运动的话 它的moment 定义 就是叫做 i 乘以面积 还记得吗 就是说 我 绕着它 转 这个面积的时候呢 moment 的大小 就是i 乘上a 好 如果你没有这个 mu的概念 那也许你就是练不同版本 你是用m 有没有人还记得吗 你有的 普悟的课本是m 等于i乘以a OK 其实这个m呢 就跟这个 这个版本的moment 现在我们要讲的 这个moment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符号不一样而已 好 好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次 那么这个i乘以a 是什么意思呢 大小是多少呢 i 电流 电流的定义 是不是就是单位时间之内 有多少的电荷 是不是 好 那你今天是带 你今天是电子 所以是负电荷 OK 所以电流通常就跟电子的方向是相反的嘛 对不对 好 你今天是带电荷是负1 你就带进去 单位时间的跑的电荷 基本上是这样子 它是指单位时间之内的电荷是多少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这个题目的话 是不是只有一个电子 然后呢 电子我绕一圈的时间 绕一圈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 大题 对不对 然后绕这一圈的电子 的时间之内 我抓到了几个电荷 是不是只有一个电子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概念就这样子来了 单位时间之内的电荷 那今天这个题目只有一个电子嘛 对不对 你你这边开始好 开始跑 绕过了一个周期的时间之后 我抓到了一颗电子 所以我的电流就是 t分之负1 可以吗 好 那么周期是不是跟频率是导数 所以我也可以写负的 f乘以t f乘以1 是不是 对 f乘以1 导数嘛 对不对 周期跟频率是导数 对不对 那面积呢 好 我现在取得很简单 好 这是一个圆周 是不是 圆周运动的话 半径是等于小R 所以这个面积的话 等于πR平方 对不对 因此 你这个momentum的这个定义 好 momentum呢 就是等于 i 乘以a 是不是 所以就等于 负f1 乘上πR平方 OK 好 再来 还要运用到什么概念 好 速度 OK 你绕的 这个速度 你总共跑了 是不是跑了 2πR 周长 对不对 速度等于距离 除以时间嘛 你在这个 周 你跑了这个 一个周长 的 圆周长的 这个长度 是不是等于2πR 你跑了一个 圆周长 是不是总共 花你一个 周期的时间 所以是不是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 绕的速度 是多少 你在绕着 这个运转的时候 的速度 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速度的话 是不是等于2πR 乘上f 没有问题 好 所以你注意看 这里有 πR 也有f 对不对 因此 我们今天的这个L 角动量 是不是等于R CrossP 然后 你的P是什么 是不是MV 是不是 然后今天是我取的 比较简单的case 就是V跟R 是乘垂直 是做圆周运动的 所以这个 是不是等于90度 sine 90度 等于1 所以等于R P 是不是 RMV 可以吗 好了 V 就等于这个 2πRF 是不是 我就把它带进去 2πRF 带进去 因此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 有F 有F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π 还有R平方 R平方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π 是不是 你可以用这些 共同的参数 把L跟momentum 做一个串联的动作 把它联系起来 因此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momentum 就等于 -1除以2m的 角动量的公式 可以吗 所以 什么叫做momentum momentum的话 就是 只要 你这个电子 是做一个orbital 做一个圆周运动的时候 做一个orbital的运动的时候 你的 的 角动量 就会产生一个momentum 出来了 好 你在绕着它转的时候 你的角动量 就会产生一个momentum 出来的概念 好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时候 好 你就有这个关系式了 对不对 你这个关系式的话 你可以再用其他 其他以后会用到的一个参数 好 把它做转换 做这个转换 好 这个怎么转换的呢 这个必须要有一些 其他的参数的条件 好 其中的这个μV呢 好 是代表的是定义 好 这定义是叫做EH8 2M 好 它的单位呢 它大小大概是0.297 x 12 223次方 安培 好 面积 好 这个叫做波尔磁子 好 这个是一个定义 这没关系 反正这是考open book嘛 你都可以猜得到的 是不是 好 好 这是 绝对可以让你找得到 好 你答案在哪边 好 所以 你要考好一点 好 好啦 那这个g是什么 g的话呢 如果下标是gl的话 通常都是讲 是1 好 orbital的g factor ok 好 这边都是前面的一边 一般的性的概念而已 好 这到这里 再来 讲这些的值 到底它的实验值 又是多少呢 要讲实验值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把这些的带它的 eigenvalue才有意义了 带它的期望值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呢 今天是要问的是这个momentum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l 是不是要带它的期望值上去 懂我吗 好 那如果今天要问你的是z方向的期望值 z方向的期望值 是不是就要 你就要用lz的期望值 对吧 lz的期望值是不是等于mh吧 啊h吧跟这个h吧 到这会底下 随时增下 这里有个m的期望值 可以吗 好 好 到这里 这就是你的先背条件 好 最重要就要讲什么 你要有持值的概念 momentum的概念 momentum的概念之后 你要知道 当我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应该会得到这样子的关系式的 好 我有一个实验仪器 我把这个operator放进去 我应该就得到这个 i跟方式 i跟value的词是出来了 可以吗 所以你发现什么事 我是不是只要把m 我就可以 我从这个实验得出来 我就可以知道 根据这个m会有多少 而得到多少的值 好 我举个例子 先到这里看看你们问题 开始要做实验了 这里是先背条件 对不对 开始就有实验的发现 是怎么样子的 你先看一下第一阶段 先背条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来看历史上面的实验的发展 又是跟你这个先背条件 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不同 所以到最后才有这个spin的概念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实验又是怎么发现的 为什么会发现到spin这个概念 那么最重要的是一个实验 叫做stern and galange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你看 我把两个重点写下来了 它就开始有这个spin的概念的存在 是从这个实验开始的 然后再来呢 它也证实了一个空间的量子化的一个现象 OK 怎么说呢 好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你先听我说没关系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呢 实际上呢 它是有一个概念的 我们刚才是不是只推到这里 对不对 这个mu呢 看起来的话 就是会跟这个 如果是看z方向的话 它跟这个m 不连续 对不对 量子化的现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 当这个m呢 mu这个概念会用到哪里 好 你用到你的谱物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只要一个momentum 你有一个磁场 你就会有一个能量 位能 那么呢 这个位能的变化量 随着位置的变化量呢 就会等到你的受到一个磁力 就是说我只要一个momentum的概念 我放在这个磁场当中 我就会受到一个磁力 OK 这是谱物质学的概念 你有个momentum 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之下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一个位能 以及受到一个磁力 磁力能跟那个磁力位能 跟这个磁力 那这个磁力的定义呢 就是等于位能的变化量 随着位置的变化量 那这个磁力位能就等于mu 跟b之间的关系式 那这个dot 就是说同样方向的i x就在i方向 y呢就在这方向 z呢就在k方向 OK 然后呢b的话呢 就是i x y三个方向 可是你又要把他们做微分 做微分之下呢 数学处理完呢 我们最主要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是x方向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z方向的分量 会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是 如果你去做这个处理完 你要doctor对不对 所以只有自己的 成自己的才有存在 其他的话呢 都是消掉了 OK 在这比较简单一点 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 然后还有一个观念 要小心 你看哦 这里 这里的话 是不是到最后 是跟l有关系吗 对不对 如果是要求μL在x的方向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跟lx有关系 然后那时候跟你讲说 lx的话平均而言是等于0 所以ly的平均也会等于0 你用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所以第一项跟第二项就不见了 平均而言 那么同理呢 你也可以去推导z方向的受力 等于这个式子 那么 这个也是等于0 对不对 这个也是等于0 所以呢 对z方向而言呢 它就只剩下后面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Stan跟这个Galanch 他们其实就是应用到这个式子 他们看到了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告诉我什么事呢 我只要加一个不均匀的磁场 这个z方向是不均匀的 只要是不均匀 是不是这一项就不会等于0 只要这个不等于0 我是不是在z方向 我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受到多少磁力 分开 懂它的概念吗 它就是看到这里 有一个方向 就是说 我只要对这个实验装置呢 做一个不均匀的磁场 然后呢 我这样子 这个就不等于0了 对不对 不等于0之下 你因为本来就会一个momentum 你电子在绕着原子盒 再转 你本来就一个momentum 你在这个不均匀的磁场之下 你就会受到一个磁力 所以呢 它就是用看到这里 引起它去设计这样子的实验 那怎么设计的呢 它最主要是在这个z方向 它设计一个不均匀的磁场 这个z方向 我设计一个不均匀的磁场 所以我只要有这个原子跑过来的话 应该就要看得到momentum的表现 可以吗 然后呢 它发现到说呢 第一个 古典来看的话 因为你这个momentum是连续的 所以呢 你放进去的原子 你也会受到一个连续的现象 就像连续光谱这样子的 分裂 你要连续的分裂 可是量子现象告诉你 不是的 你这个momentum的z 是一个量子化的 对不对 你这个量子化的 所以呢 你是跟量子化的m有关系 那么m呢 就跟l 负l 负l 加1到0 到这样 l-1到l 对不对 所以总共 只有会分裂 2l加1条 就看你的l是怎么样子的 OK 好啦 那它就很奇怪了 结果它的实验 你看哦 这个2l加1 再怎么样的l l都是整数嘛 对不对 l不是1 2 0 1 2 3 4 5 6 到多少吗 对不对 这个2l加1 不管怎么样 都是什么 奇数 然后呢 它怎么样做实验 就发现到 是只有两条 偶数 所以这一个 就开始 让其他的理论家 或实验家 就想要再去做 重复的实验 去看看 为什么还是两条 OK 所以下礼拜 我们就要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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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这个实验之后 另外一组人 叫做Philips and Tyler 他们就想说 啊 你用的太复杂了 你用的银太复杂了 我用氢 为什么用氢 因为氢的最稳定态 N L N Granstay 它是等一 零 零 那它就觉得说 我只要用氢的话 L 是零 对不对 所以它放了氢之后 它应该照道理讲 它应该看到几条 一条 对不对 它想说 我用氢比较简单 但是 但是为什么 它的实验 不会让人们 历史上 记得那么清楚 而是这个实验 比较有名 因为它是第一个 所以呢 好 Philips and Tyler 那一组人 它就说 我用选用氢 然后我应该 只看到一条 它选用不同的原子 结果它们还是 做到出来 它几条 还是两条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不同组人马 用不同的元素 甚至到都已经 最简单的 氢的了 是另外一组的 氢的原子 它对最简单到 不行的 就是它最简单 就一条 可是它看到的 实验结果 还是两条 所以这样子呢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古典的概念 甚至到现在 目前为止的量子概念 可能还有一些概念 是没有被考虑到的 因此就有 Spin的概念出来了 可以吗 这是历史发展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下礼拜 再从Spin开始讲起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